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彩凤老师要和你们说一个故事叫做七只虾老鼠 这是由美国的杨志成的作者写和画的 翻译是由王林翻译的 有一天七只虾老鼠在池边发现一个怪东西 他们吓了一跳大声叫起来 这是什么呀 然后急急忙忙跑回了家 星期一 红老鼠第一个出来想看个究竟 是一根大柱子 红老鼠说 可是谁也不相信它的话 星期二是绿老鼠 它第二个出来 是一条蛇 玉老鼠说 才不是呢 星期三出来的黄老鼠说 是一只猫 黄老鼠说 它是第三只出来的老鼠 星期四轮到紫老鼠了 是一座俏壁 它说星期五是成老鼠 星期五是成老鼠 它第五个出来 是一把扇子 它叫起来 我觉得它还在扇风呢 第六个出来的是蓝老鼠 它是星期六去的 它说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根绳子 其他老鼠都不同意 它们开始争吵起来 是一条蛇 是一根绳子 是一把扇子 是一座峭壁 直到星期天 轮到白老鼠去了 它是第七只去池塘边的老鼠 白老鼠从怪东西的这一边 跑到了那一边 又从怪东西的上边 跑到了下边 哈! 白老鼠说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怪东西 硬得像柱子 软得像条蛇 框得像峭壁 尖得像枝毛 薄得像扇子 粗得像绳子 不过嘛 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怪东西就是 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怪东西是什么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红老鼠 绿老鼠 黄老鼠 紫老鼠 橙老鼠 蓝老鼠 都从大象的这一边 跑到那一边 又从上边 跑到了下边 它们才相信了 白老鼠的话 是一头大象呀 它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老鼠们的教训 七只老鼠摸大象 以便该全闹笑话 事物整体要了解 人生智慧才增加 好啦 现在老师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啦 谢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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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